那和工业社会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现代设计 分成萌芽期 成长期和成熟期 萌芽期在哪里呀 萌芽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整个的现代设计 产生了什么样一种分化 当时设计师 从生产体系当中的独立出来 然后有很多企业 意识到了设计的作用 在这里边要举的一个例子 是德国的通用电器公司 所以也是A1G 那在这个公司里边 他们最早买下了 像这个爱迪生的电器装明系统 在德国的这种专利权 同时呢 又把产品领域重点呢 放在了电器设备呀 包括加工电器的一些开发上 生产方面呢 也体现了当时的一些 工业和艺术这种结合的这种特点 他们最早聘请了一位设计大师 叫贝伦斯 担任这个德国通用电器公司的 艺术顾问 结果呢 在贝伦斯的领导下 使得企业的整体形象和产品设计 都有了新的飞跃 所以我们认为贝伦斯 被认为是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工业设计师 简单介绍贝伦斯这个人 贝伦斯最早的 他在大学里边做过教授 也做过建筑 但是到了1907年的时候 他担任了N1G公司的 这个设计顾问之后 他对公司的标志啊 字体啊 公众形象 包括海报 印刷品 甚至一本小小的产品说明书 都进行了设计 同时呢 贝伦斯还设计了N1G公司的 一系列的灯具啊 电风扇 电热水壶等很多产品 在这些产品当中呢 他运用了很多种逻辑思维的方法 包括系统设计的一些方法 然后使得呢 问题得以解决 比如说 大家看到这个 这是贝伦斯在1908年的时候 设计的电水壶系列 在这个电水壶的设计上 贝伦斯大胆采用了零配件 可以自由调换的方式 可以组合成多种种形式 可以通过标准零件 灵活组合成80多种 不同的那种水壶的造型 可以节省材料 可以节省了这种 这个不同的这种方案 这种设计 因此呢 体现了产品设计这种 实用功能的这种 简洁 明快这样一个特点 也反映了现在设计美学的这种 本质的一种思想 也说 为功能进行设计 所以贝伦斯最初的 对于现在设计的贡献 更多的是从功能出发来考虑的 更多的是从怎样去节省成本 怎样的去适应工业化发展 来进行设计的 那这张图呢 是贝伦斯设计的电源风扇 今天我们看到了 这种台式电风扇 仍然是现代风扇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造型 在很多场合 仍然让我们能够看到 类似这种风扇 在发出它的作用 当然我们提到贝伦斯的贡献的时候 经常会提起 他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在这个工作室里边 他除了自己做设计之外 还带了几个学生 那这几个当时被认为是 学徒工的几个学生 后来成长为一代设计大师 我们通常说 在20世纪初 有四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 这四个人里边 有三个都是出自贝伦斯的 他的工作室 当然这三个学生里边 有两个都担任过 包豪斯学校校长 其中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包豪斯的第三个校长 米斯·凡德罗 也是在贝伦斯的工作室里边 成长起来的 那贝伦斯的第一个学生 就是我们经常在设计史里边 被提到的叫格鲁比乌斯 格鲁比乌斯这个人 在一战开发之前 就跟随的贝伦斯呢 从事过很多的一些建筑设计 这样子的工作 一战爆发之后 格鲁比乌斯作为一名德国军人 走上战场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战结束之后 德国战败了 所以德国面临着非常巨额的 赔款 整个的德国的工业 也遭受了巨大损失 1919年 格鲁比乌斯走到了当时 德国的临时的首都 卫马 他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他希望建造一所 现代设计学校 经过他的努力 他终于把这所学校建成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波豪斯这个学校的诞生 到了1925年的时候 格鲁比乌斯把 波豪斯从 卫马小城 搬到了当时的工业重镇 德哨 同时呢 德哨政府给了很多的一些条件 在格鲁比乌斯的 他的主持建造下 一所 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大楼 诞生了 这就是今天 仍然在德哨 已经存在了 这个近百年历史的 这个 波豪斯校舍 也被认为是 20世纪 20年代建筑的杰作 之前我们都提到过 波豪斯学校里边 诞生了很多的一些大师 有很多的一些椅子的设计 那在这里面呢 除了椅子之外呢 还会有提到一些 其他一些设计作品 那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展台灯 是由 波豪斯的学生 华格菲尔德 来设计的 你会发现 它造型非常简洁 只有三个部件来组成 上面是一个 圆球的灯罩 玻璃灯罩 下面呢 是有这种金属的 一个灯杆 和一个圆盘 所以三个最简单的造型 构成了一个非常 具有现代经典 风格的台灯 在很多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也会经常看到 在二战之后的 这个作品呢 被大量的进行生产 那在这样一个设计当中呢 也体现了 波豪斯设计的风格 什么风格啊 简洁 功能至上 围绕着功能来做文章 所有的东西呢 每一个零件 都有他自己的这种功 这个作用 波豪斯还招收了 很多女性学员 当然大部分女性学员 都进入了当时的 纺织车间 或者我们称之为 纺织系 因为在波豪斯 他们把所有的专业呢 都按照这种车间的形式呢 来进行工作 所以呢 老师呢 就像这种车间主任一样 然后呢 学生就像学头工一样 来共同来进行工作 但是呢 有一名德国女性 叫布朗特 她就进入了当时 以男生为主题的 进行工器 或者进行车间 进行工作 在这个期间呢 也做了一系列的 这种经典作品出来 后来呢 毕业之后 布朗特呢 留校人教 成为了 布朗特的一个名 金工老师 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有很多 到今天 在很多博物馆里边 在很多的设计品商店里边 都能卖出很高的价值 这是我们看到的 布朗特在1923年设计的 一个 这个茶壶 你会发现 他把那个 这个提手部分呢 做成了 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 也就是一面呢 是固定在上面 一面呢 固定在侧面 为什么 方便守着这种零体和这种倾道 然后整体造型呢 你用这种规则的这种几何形状 来进行塑造 另外必要更 在另外一个茶壶上 我们能看到 非常明显 全部用这种圆形啊 半圆形 基本这种几何形 来进行这种组合 来达成了一种非常比例的这种美感 布朗特呢 也设计了一系列的一些 像烟灰缸 是一种小的一种生活用品 你会发现在这些作品当中 大量的简单的几何形的这种应用 和这种基础材质的这种使用呢 使得作品呢 具有非常简练的这种美感和实用的这种效果 也就是说 邦斯时期 像布朗特一样 像华根佩尔德一样 有很多大量的一些设计师 围绕着基础材料 围绕着这种以功能为 这种主旨的设计呢 进行工作 也诞生了之后的 我们所说的现代主义的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设计思潮 或者我们称之叫功能主义的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整个设计的萌芽期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特点 第一 功能为导向 很明显 所有的设计都是 首先考虑功能 以功能作为整个设计的出发点 其次 我们说萌芽期的时候 这种的市场处于一个 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 所以呢 设计师有培育市场的 这样一种智能 也就是说 设计师最初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 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多小 包括刚才华根佩尔德设计的台灯 包括布兰特设计的那些 因为刚刚喝茶壶 也就是说 似乎最初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市场需求是怎样 而是考虑到 我们通过这样的设计呢 能够培育起市场出来 第三 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 设计其实是处于一个 从属的地位 服从于功能需要 服从于大的制造体系 因此呢 萌芽期的时候呢 设计并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 是在这些东西 那里面的领导 里面的领导